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每支一股的环节 先介绍我身边逢星期四的嘉宾 就是来自我们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王慧豪Rafi Rafi 你好 先和你回顾一下上个星期和我们推介的股份 就是深圳高速公路的编号是548 对比恒指方面的表现 上个星期恒指方面升了356点 包括升接近2% 但股份跑赢了恒指 升了超过3% 图表上上个星期推介的时候 是涨38.1 因为是随正因素 调整价格 便福来说超过3% 看整个投资建议 上个星期在3.92元 当时股价3.72元 去到买 经调整价之后 就是3.52元 换言之未来买入 以翻新高速来说 其实上个星期表现都算不错 因为本身这些公路股 传统都是以收息为主 可能就当市不是太好 或者等因素的时候才走强 但你见到上个星期的市 这个星期内都算是上升 甚至这两天上升到23.35元 本身的市场都挺强 但市场强 本身自己推介 深高速也走高 甚至从升幅来看 更加明显 即使它一向的势头 都较大事为偏强 当中最主要是几个因素 一来就是热幕 前景看法仍是乐观 甚至最主要是息的因素 很吸引 而上个星期推的时候 其实上个星期四推 如果没有记错 随正就刚刚星期一除了 所以全部都要扣减息 会是清楚给大家看 所以原本上个星期未随正 叫大家3.75元 因为今次随正大概2毫指的息 变回3.52 全部都调低了2毫指 以这个程度来看 刚刚这个星期内 最低有3.57元 的确是未能买得到的 但我都这样说 虽然未能买得到或差一点 但前景都是好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仍可以考一考虑 甚至乎现在来计 其实在大概3.66元这边位 其实都可以去试一试 依然以中线的心态去看 4.4元目标价 而指示位同样摆回3.15元的水位 看到5.400元 现价是3.7元 暂时下跌2元 跟进完上星期推介股份之后 到今个星期带给我们什么股份 如果以今个星期来计算 上星期价位市仍在反复 变相推稳稳稳的股份 到今个星期来说 始终市的气氛乐观很多 甚至近期都有一些相关消息 就是帮助这个行业 刺激这个行业 所以想选择一只 就是热门气相关的概念股 偏好3337的安东油田 就着个别的政策来说 也有资金去留入这些板块 尤其是热门气方面的股份 但看到这一只来说 就是安东油田 是做一些油服方面的业务股份 其实你之前都推介过 上年10月推介过 当时完成了整个部署 不如跟大家说回当时的成绩 以之前来说 其实去年10月推介过 10月中午 其实之后股价都曾经涨过去 但是幸好 自己定的指示位是4.4 如果大家看图表来计算 这段时间里看 其实最低就见过4.41 刚刚新一格 幸好不用指洩 之后来说 有些炒作性 令整个热门气股 都抽回上来 甚至乎都升低 或者目标价 当时策略 就赚了超过2成 其实之后还在升 最高去过大概6.3 流上有没有记错 变成整个程度来看 都有2成9的一个升幅 其实如果以这段时间里面 都已经叫做整个行指 走势来说 位置是比较强和比较好 好 今次再推荐这股股 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公司的一些业务简介 都知道它是做油服的业务 但是想问你 其实市占率方面 都做了一些功課 占了一成 其实一成来说 市占率是多还是不多 在国内来说 规模算不上很大 其实一成来说 都算大 因为如果以油服的公司 国内都比较多间 上市其实大家知道 香港也不少 例如安东油田 中海油服 十字号文华 或者百勤油服 这些全部都是油田 相关的设备类股份 变相只数好手指上市的 几间的时候 的确其实都比较散 所以有一成的市占率 都不算太小 或者一定的规模 而且以安东油田来计 始终本身是一体化的 服务供应商 就是相关油田的工程技术 它的产品和服务 其实就覆盖油田的开发 整个生产过程 包括一些 刚才版面上看到的 油床管理 转井 圆井 采油 或者管材等等的业务 就是全部一站式 都有做完 最主要的目的 或者业务 就是帮到一些 油田的产量 就是油池田 可能有些公司 开发油池田 透过他们 可能买一些转油台 或者转井 帮他们去提产 或者开赛 一来可以帮助到 油池田的增产 越来的 又可以快些 甚至乎也有效 降低所有油田开发的成本 因为只要你靠技术 靠科技去做 一定是比较容易 成本方面可以降低 甚至最终来说 環保的意识都比较高 所以安东油田 最主要做的业务 就是这些 甚至乎 我相信 都会不断受害得到 就是国内的千元气方面的 高出一个发展 据大家看看 2013年的业绩方面 看看大数 收入、毛利 以及取税前日利 以及盈利 即是纯利方面的数字 都有双位数的增长 似乎好像不错 不知道你是否收货 是否算是好 如果是否赢得到 另外还可以留意到 应收账 以及在存货方面的 周存日数来说 都有一个上升的情况 又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是不好 应该怎样去看 当然了 如如上面 即是在头四项 收入至純理来计 有升当一件好事 但反而应收账 和存货的周存天数 是升的 就未必是一件太好的事 但当然也要看升的幅度是怎样 因为以这里来看 特别来说收入 你見到全部都有兩成多至三成的升幅 其實去年業績是算加了功課 因為去年頭半年來計算 其實安東油田的業績是比較參差的 可能收入是升 但落到順利其實是倒退等等的情況 但到了下半年都見到是全部拉回上來 後面就是因為去年下半年 可能國內方面天然是市場 發展是加快了 海外方面都有業務上的推動等等 令到整個收入其實有個上升 而且以去年全年來計算 雖然這裏就沒有顯示 但毛利率方面看 其實跟前年一二年都算是保持得到 因為前年一二年就大概44.9%左右 去年來計算 雖然有輕微的下降 但都有44.3% 即是變相跌的幅度 都只有0.6個百分點的話 其實就不算太明顯 都算是保持得到那個情況在這裏 純利也一樣 有兩成多的升幅 但剛才說到 應收帳的天數和存貨天數 沒有錯在這裏上升了 看法來說 升一定是不太好 即是變相要是否住更加之久 才能收到錢 或者去到貨等等 但也要看上升的幅度 剛才說到 其實以升的幅度來說 對比一一年來計算是好了 因為當時一年 如果以應收帳的天數 其實大概178天 如果你看到是一二年、一三四 去年都是一五零 即是這兩者來說 都較一年是有一個明顯的下降 而存貨也一樣 當時一年大概是131天 其實跟13年都算是相同的日數 即是變相都能保持到 沒有惡化下去 即是變相整體來說 雖然就升了 但是升的幅度 或者變化來說 都見到其實那個惡化程度 都沒有再嚴重下去 都要保持到這個水位 即是變相整體來說 業績上說 其實都算是挺不錯 好 看完大數之後 和大家一起看看 就是按回市場 去看看收入方面的分佈 雖然公司也有開唐海外的市場 似乎來說 都是佔內地方面的情況 比較多 國內方面的收入 貢獻也有七成七 都比較多 如果以這套佔比來說 簡單的 就分為國內和海外 國內如果以去年收入來看 就佔了七成七 海外就兩成二左右 當然 無論國內或海外都好 其實都有個細分的情況 比如國內來說 分為西北、華北、西南、東北 四個地區去看 表列都見得到 而海外雖然這裏沒有顯示 但其實都有很多其他地區 比如中東、美洲等等 不同的地區都有業務 但這部分比較細小 這裏也不會顯示出來 但的確 你見到這裏來計 頭三者 西北、華北和西南 其實那個升幅都是明顯 之餘 更加這三者合起來 都超過18億的收入 其實都佔了 即是按年更加升成差不多四成 變相以整個的戰比也好 或者國內的戰比也好 這三者的地區都算是最多的 所以你見到去年來說 雖然東北方面來說 按年跌成四成三 但我這個戰比上看都比較少的時候 變相整體對整個國內出來的表現 都沒有要做拖落的現象在這裏 而你邊相海外方面也一樣 剛才提到雖然這裏沒有顯示 但其實剛才都見到增長有成兩成八那麽多 由什麽的帶動呢 其實就有兩部分 中東方面和美洲方面 其實表現都幾突出 特別中東來說 其實佔比最多 而去年的增長都明顯 有成兩成二 由大約一二年的3.4億左右 到去年4.2億差不多的水位 而美洲更加誇張 因為以海外這部分 當中美洲的業務來說 在去年一三年 其實按年的增幅是六倍多 632% 一二年當時只有一千萬的收入 但去年都急增成大約七千萬樓上 有些個別的地區業務 雖然佔比少 但做得比較突出的時候 令到整個海外也好 或者國內也好 整體的表現來說 增長都是比較明顯的平均 看完不同的市場之後 用業務去分佈 看看不同業務方面的收入貢獻 看到有兩大業務 就是遊戲田開發技術服務 以及管材方面的服務 很明顯 看到在遊戲田開發技術方面 佔了殖民九成 當中以下有三樣 就是細分的數字 應該怎樣去理解它們的分別 其實以這裡來計 剛才分為地區 這裡按照業務去看 以粗略來說 業務分為兩大部分 剛才也說了 第一部分是橙色的圈圈圈 就是遊戲田的開發技術服務 佔了超過八成七 但是去年雖然接比大 基數大 但是增長依然是明顯的 也有超過兩成七的增長 而細分一點 綠色方面就是管材服務 佔比相對少一些 一成多左右 但是其實增長也是平均的 也有兩成左右 就是變相你看到 其實無論什麼業務也好 其實去年的整體增長 都是挺平均的 都是兩成多 左右這邊位 沒有特別突出或特別差 即是變相他們發展上看 其實都是每一部分 他們都可以這樣說 都比較著重 或者看得比較緊一點 不是說體重哪一部分 就忽略另一部分 所以你看到 其實再細分下去看 無論井下作業的集群 鑽井技術集群 甚至乎原井技術集群來說也好 雖然三者佔比都有不一 井下最多 四成多 差不多四成三 但是你見到增長也一樣 可能都是大約兩成至三成左右 即是變相增幅 亦相對比較平均一點 當然最主要 看到特別當中 鑽井方面的技術增成三成六 為何會特別突出了一點 因為其實有幾關 去年來計 其實安東特別在去年 設立了第一批 所謂的一個轉機隊伍 成立了這個轉機隊伍之後 變相都令到客戶方面的需求 可以提速 即是更加之快 是做得到比他 變相令到增長上去看 都比較明顯 好 瞭解完 就是2013年的業績之後 都轉入到今日推介股份的利好因素 先說第一個 就是油企加大 就是常油天然氣的開彩 安東油田 就有兩個油大油企 兩大油企的客戶 分別就是中石化 以及中學中石油 先說一下中石化方面的情況 是否其實他們的開發的業績 進程都比較積極 是的 其實這樣說 兩者都積極 無論中石油和中石化 即所謂兩桶油都積極 但當然有先有的次序 即積極都很大 有些是快一些 有些是慢一些 本身其實中石油是先走一步的 但到近期的開發來說 似乎中石化相對比較積極 更加有些明顯的成績 開始見到出來 特別你見到中石化 在今年3月24日 其實就說了在國內 其實在重慶方面 發現了一個大型的二百米田 一個培齡的二百米田 而這個田的資源量 超過2.1萬億立科米 不是這麼多的 更加來說 在4月份來講 到今年4月份 如果以這個遊戲田來計 那個開轉的頭井數目 原本可以有62個井 但現在完成了頭產 都23個了 但23個你見到其實都未開完 但其實這23個井開了之後 那個效果都非常之誇張 幾乎每個井 都有很高的一個產量可以出現得到 如果以暫時這23個井去看 平均一個井 每天測試的一個產量 可以達到32.9萬立科米 最高更加可以達到54.7萬立科米 變相最好的情況之下 全年來計 產量其實可以超過400億立科米 每一年 變相這個規模的資大 可以比美大家可能另一個油田比較熟 就是大興油田 其實這個規模可以比美那個 變相效果或者規模上是非常之大 而當中都找了三個相關口井的表現給大家看 特別你見到第一個就是 招業1HF的井 在去年13年1月9日就開始試產 如果以這個頭產來說 每天暫時都有6萬立科米那麼多的產量 累計來說更加有超過3000萬 樓上的一個產器出來了 而這個井本身可彩的儲量都超過1億立科米 另外兩句都一樣 就招業的8.2HF的井 以及招業13.2HF的井 這兩者其實就形容得更加之內 他們的產量其實每天都有20萬立科米那麼多 樓上那麼多 你見到其實個別的口井 那個表現已經是誇張了 而整體拉復環來說 其實產量來說也是非常之大 對於這麽理想的情況下 其實慢慢稍後都會再說 對安東油田的業務上的刺激 其實會是比較明顯 繼續跟進到中石化這個分辨的情況 其實剛才也說到 田都開了很多不同的井 其實接下來怎樣預料 他們實現產能方面的數字 應該怎樣預料 這樣說 其實如果以這個井 或者這些油農器田 為何會要開發有甚麼好處 其實當然 當然一來就以國內能源方面的需求來講 就不斷都是大 但是傳統的能源 譬如油、煤這些能源 就比較叫污染高 變相其實國內都想行一個比較環保之下 很多其他能源都不斷被要求用 譬如大家熟的天然氣 或者其他的非天然氣 譬如芝脈氣、葉藍氣 這些其他氣種 因為如果真的以天然氣來說 其實不斷廣東內地有氣荒 供需有個缺口 變相都要靠其他的非天氣去彌補 自然都慢慢令到很多的油企 都可以發佈其他的油氣 好像剛才說的熱岸氣 更加發現這個田這麼大 而這個氣田 其實是剛才說到的 慢慢就營業完之後 接下來都會進入了 所謂商業化的一個模式 最主要想 現在 就想每天的產量 超過270萬立方米 最終向300萬立方米去推進 而都有目標 這個中石化提出的目標 就是14年底 即今年年底 可能整個油田都是產 大概 即是實現產能 大概每年18億左右 大概到15年已經增到50億 17年更加上升到100億 這個100億其實就相當於 起了大概一個 超過1000萬噸的一個大型油田 這麼誇張的 所以變相 這些熱岸氣 如果真的在17年 可以省得到 產量在100億立方米樓上的時候 整體可以減排的程度 也有表列給大家看 譬如二氧化碳 CO2的 可以減排到超過1200萬噸 其實也等於 種了超過1億棵樹 等等幾個均樹 而二氧化碳也一樣 可以減排30萬噸 淡氧化碳也可以減排超過10萬噸 變相你看到 其實這個氣田 如果真的開發到成熟 17年之後有這個產量的時候 對整個國內的環境保護來看 都有一個幫助 變相無論從產能 或者從環境各個對看 都意味著 其實種石油仍然保持著 都會繼續不斷開發這方面的發展 變相對於安東來計 都會造就業務上的推動 除了種石油之外 另一個油企 種石油也是安東油田的客戶 剛才你也說到 種石油是早先的 但是之後就慢了一點點 但可能就是阿健 中石油也是剛才提到的 做到一開始也有成績 或者都越來越強 變相以競爭對手上看 別人做得好 變相他都不想停在 都要去做 想加大那個優勢 或者不想被人剝削 他的競爭力 變相中石油方面 其實都有做一些事情 特別是剛剛五月初 都宣佈了聯同重慶方面 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 和一個中國中化這間公司 就簽署了一些協議 合作成立一些公司 最主要想在重慶地區裏面 合作一些葉銀器資源的勘探 開發、生產和銷售 變相都是在重慶方面 做回這一部分的業務 甚至乎想力振回公司 就在未來六圈底之前完成 甚至乎實現第一口井的開鑽 當然這一刻第一口井開鑽 就比較慢一點點 但你看到在短短一個多個月裏面 由簽署協議到合成公司到開鑽 其實都兩個月想做完這三件事 即原上速度上看 其實在較之前是快了很多 原上你說加得這麼快的時候 一定一樣 要找很多的油田設備 在幫忙去砍探、開採等等 原上自然對於安東來計 我都覺得會有些刺激和帶動在這裏 說到兩大油企方面 都是積極開發營運氣方面 其實對於安東方面 其實有受惠性、訂單方面 應該怎樣去增長 對於安東來說 都會有一個機遇 我們這樣說 因為剛才講到一點就是兩大油企 不斷加快開發 對於一些油服供應商來說 那個增長一定是明顯的 順便訂單方面也會多些 而特別以安東第一季來說 即剛過的第一季來說 其實新增的訂單都超過11.98億 只剩下12億人民幣 國內都佔超過6億 可能會有15億多 這個表現其實 較去年第一季來說 的增長更加之大 之餘 無論較去年第四季來說 其實數字也明顯了 即便上隨著今年回來之後 油企加發開發之下 對他們訂單的新增性來看 都有一個明顯的帶動 而預期這件事 去到第二季 始終都是一個活躍期 因為始終第二季 天氣上看 比較理想一點 無論對開採 對任何業務上的發展 都會比較容易的時候 其實意味著 國內市場的進程 或者發展的力度 都會不斷地加大 這些對安東的 正在保持第二季 第三季也好 新增訂單 我相信都會預期 看法比較樂觀 好 接著第一個理好因素之後 看看第二個 就是你預料下半年 會是整個採用的高峰 原因在哪裏呢 因為之前 一些照表方面的成績 都不錯 可以衍生到 推進到接下來的情況 越來越樂觀 是的 其實當然 為何預料下半年比較好 完全沒甚麼都說到 剛剛記得到 很多大型公開指標 其實安東都做得挺理想 特別見到轉機的服務 一個壓力泵的服務 在這兩個服務 這兩個業務來講 在大型指標裏面 都拿到不錯的成績 甚至當中 很多 起好了 或者正在起的自主轉機 亦都繼續保持到 年度的訂單 即可能本身這些訂單 只是部分 可能個別 一兩次的訂單 但是當你起完 被人家做得好 交付了之後 別人都覺得你服務得好 上得過的話 都給了一整年的訂單 即是變相 都隨著一兩個業務做得好 或者一兩次項目做得好 令到他們全年訂單 都保持到有在這裏 甚至阿力泵的一個服務 也一樣 在不同的地區 都有相關的年度的訂單 因為這件事 而令到很多的 安東來計 都為了現在很多大人的二環尾項目 都有過充足的市場準備 變相不斷拿到一些 叫大人的公開訂單 公開的招表理想的時候 這些錢都要交付 變相在下半年計 我相信 都有交付所謂的高峰期 招表的成績理想 以及預料到 接下來的訂單 都是充足的 其實看回首櫃方面 訂單的數字 都算不錯 其實這個數字來說 算是多還是少 對 以安東來計 剛才剛才說的 國內方面的招表 都不斷拿到不錯的成績 或者保持年度訂單之外 在海外也一樣 特別在伊拉克方面看 其實相關採油技術的服務 都成功中了標 中標之後 也拿了整個營運之下的管理服務 除了公共設備之外 之後的管理都是他們做的 變相業務的延伸 都有一個明顯的帶動 而截至剛剛三月底 即是第一季尾 他們在手訂單 都仍有超過19億 那麼多 國內剛才提到 12億 國外就7億多 而以這個進度 一趴一趴去做一趴一趴交付 其實這19億 都會繼續加分出去之外 更加新增令人回來 即是繼續來 都會有很多的 即是叫做項目 下半年是去到交付 甚至乎剛才提到很多油公司 在這個所謂非常虧的天然氣裏面 即是葉岩氣等等 那個海發率都是比較快 越來越快 海外市場都是一樣 需求性都是大 所以無論客戶上看 他們又加快他們的投貨速度 而以安通自己本身來說 訂單亦多 亦不斷接單的時候 一定要交付 即是要交回項目出來 在這個一日一出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下半年 反而情況會較上半年 來得更加誇張和更加大 需求有在 供應方面做得好 另外安東有填服 也有去到裝備自己 除了技術方面 除了認證之外 也有投資上規的設備配套 認證當然有一定 因為剛才提到的 在行內都有一定的規模 相關技術上的認證 必定有 這件事來說 當然是對客戶上看 有一定的信心 對接單方面的能力來說 也有夠的幫助 而除了這一部分之外 亦有在投資上規設備裏面 其實安東做了很多事情 在下半年的情況 因為如果以第一季來說 其實都有新增了兩部的轉機 而去到三月底子已經合成六部 而他們也說明 還有一部會在第二季 即是完之前 便到位 變相這麼麻煩 有七部轉機 可以在第三季正式一起營運 甚至一起接單 變相對落實了一個單 我覺得有更大的幫助 甚至除了這件事之外 更加在第一季來說 其實公司也說明 新增訂購了一個 所謂25000水馬力的 即是壓力泵服務 而這個壓力泵服務也一樣 預期到第三季左右 便會到位 而隨著很多 無論轉機 或是這個壓力泵服務 都在第三季內到位 或是營運 變相 再配合我剛才說的 訂單就保持有的時候 亦可以幫助他們交付上體 能力上都有提速 變相第三季開始 特別是下半年來講 我都很相信他們做的項目 或是業務上看 都是處於高峰期 甚至增長來講 我都很相信 對上半年更加明顯 好 分析完基本面之後 來到第三個理好因素 都要去到股價走勢方面 去看看 技術走勢不錯 我不會看這些指標 先看看 看到五元開始 開始有升勢在圖 而且成交上有增加 你剛才畫了這些線 應該怎樣去分析 當然 以細頭來看 越收入越窄 所以近期也有一個突破 因為以細頭 從今年一月回來 見過高峰期後 不斷往下走 形成下降軌 你看到上面有一條 但不斷往下走 到近期 大概三月中後段開始 有低位大小支持 就慢慢上升 亦都形成了上升軌 兩隻拉過來看 其實是一個正在收窄的三個營 而隨著近期五月份 圈圈了那一刻 成交的突破 即是大成交之下 有個突破 升穿下降軌 整個收窄三個營 意味著是突破了 以這一刻來計 只要不下三個營 裡面 其實意味著有機會 繼續向上市 如果以量度幅度去看 大概三個營 末端的區間 兩元左右 以大概五個半左右 如果有一個突破 剛剛計算兩元左右 起碼是七元樓上 所以整體的技術面 只要不下五個嶺 以下三個營 其實整個技術面 我相信慢慢中線 都有機會挑戰七元樓上的水位 講完三個利好因素 之後 也要看離膽的因素 有兩個 先看第一 第三輪探礦招標 第三輪探礦招標 是成為上次推薦 一個方向的利好因素 為何今次放在利膽的因素 的確是 上次放在第一個利好因素 今次反過來放在第一個利膽因素 為何會這樣 因為上次推薦的時候 剛剛存在 有機會在去年年底 推薦第三輪的探礦招標 即探礦招標 因為第一輪第二輪 其實表現都不錯 第一輪有四個區塊 投票成功 第二輪更多 十九區塊 而當時第三輪是兩個階段的總和 起碼二十三區塊是樓上的 變相那一刻都曾經炒過一輪 但結果時至到今日 都整半年之後過了去 但都見不到有個推動的話 這樣東西都不斷爭辯之下 其實令到價錢曾經都反覆過一段時間 所以看一看 這刻會不會隨著各大油公司 都開始加上發展的時候 都會令到國內都不可以不走 所謂第三輪的探礦招標 如果未來短期能夠招標 我相信對個別的油田設備股 更加之有個大的幫助 第二個利膽因素 就是股值略高於同業 既然股值高的話 還推介 其實原因是否因為 預示到未來的增長力較高 所以依然都成為你推介的股份 如果以這個理解 當然股值高不高 就要看增長或發展 當然規模大 增速高的 稍微高的PE 也可入比 但當然也要比同業局表現 但的確與安東對比 民華或八強遊服 其實今年預測PE 都是比較貴的 可能也關於西頭市 因為由年初至今 其實安東唯一跑贏了 升了差不多兩成 其他記者都跌 成多兩成 在上面三成都有 可能因為別人跌下去 變相PE就扯低了 它升上來PE就扯高了 所以短期來說 隨著PE都比較貴一點 不排除了價 可能有機會做一些整固 或者是調整 才向上衝都未遲 還想再問多些 之前經常說這個板塊 經常說行業的潛力 雖然是大 但技術表面上看 始終沒有外國那麼成熟 其實這些股份的股價 去到支持來說 其實是真的有國策去到支持 還是來到這個現時的 克里安的技術方面 竟然有提升 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板塊 其實技術上來說 不是太落後於外國的企業 因為如果以國內這幾間來說 很多時候他們業務 都有輸送到外國 例如黃華來說 其實本身主要會更加來自外地 只不過近年才回到外地發展 但只不過 之前的炒載 完全是因為國內 大家知道葉銀器的運財量很高 現在前景上看起來很大衝勁 但始終走上來都比較慢 之前就炒得比較虛 但隨著這一刻 看到中石油沖石化 不斷都是真的做 或者是有些油田開發 變相來得實在 變相我覺得中長線來說 這些炒作性 其實是比較穩陣 所以現在來說 我覺得又不是太跟以前的炒發 所以看到這一層其實都特別 就算升得好 他們不會說升得以前那麼誇張 但就會不斷一層一層上 變相以前只能一日升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都不奇怪 但那些人才說到是比較虛 所以反而我覺得這刻 到真正的開發 其實未來看法 我相對比較實在 好 現在去推介這個股分享 都要看看整個投資建議 其實見到今天來講 安東有田的升勢都不錯 都升幅明顯 現在這個現價最近五個百猴三 暫時來講 都升超過百分之三 是不是現價去到買 其實是 這個現價 剛剛拿中五收市那邊去看 大概五個七五半左右 其實我真的買得過 雖然近期升了不少 但直迫線都仍然有 我覺得中線來講 以剛才講的技術面的一個目標 七元邊道 做回目標價 都超過兩成一的利潤 而指召位 放回五個二左右 還算一條五十天線 我覺得其實穿回來才走 都是一成都不到的話 其實風險性來講 我覺得只要嚴守 其實不算太大 好 中線去到部署 就是江東有田的股份 這次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最後先和Rafi做回申報 本身自己有沒有自有3337這隻股份 都沒有 好 勞勞你Rafi 如果大家想重溫這次的浪 的話 稍後的時間去對我們的官網瀏覽就可以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是問答話指